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从三次低头开始 孟买佛学院 印度最著名的佛学院之一 这座学院有个特点 就是在学院的正门之侧 开着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高只有一米五 宽零点四米 一个成年人要想从这个门过去 必须低头弯腰侧身 不然就会碰壁撞头 这个小门是学院 给每届先生上第一节课的地点 所有的学生都要进出这扇小门 无一例外地低头弯腰侧身 老师告诉他们 大门确实能够让人昂首挺胸地出入 但是只有学会该低头的时候低头 才不会碰壁吃苦头 事实的低头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更是一种智慧的取舍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往往从三次低头开始 向年令低头 前段时间看到心理自行师 风雨写的篇文章叫 四十岁 我越活越怂了 风雨在文章里写道 二十多岁的时候 最听不得别人的夸赞 只要听到几句异美之词 再多的酒也喝得下去 三十多岁的时候 偶尔和朋友去嗨歌 通宵打蛋 第二天早晨起床 除了眼圈有点黑 照样精神抖擞 到了四十岁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光是晚上哄娃早睡 半夜操心孩子 就已经折腾得精疲力尽 早晨起床 严谨浮肿 一脸萎靡不振的样子 人到了一定年纪 你不得不承认 不论是精力 还是体力 都不如从前 有些业 已经熬不了 有些工作 也已无法胜任 著名表演艺术家 李雪剑 拍摄过很多 有口结杯的影视佳作 年轻的时候 他非常拼命 戏约不断 而且每场戏 都坚持最好的效果 再难也要力争完美 两千年 四十六岁的李雪剑 被确诊患上鼻烟癌 痊愈后 李雪剑开始向年龄低头了 他逐渐放慢生活节奏 接的戏少了 空闲时间 开始学习了书法和画画 以前特别喜欢喝酒 顿顿必备 抽烟 一天至少一盒 如今 再有人敬烟酒 他会直接拒绝 没有这个福分了 不用劝 就保命 李雪剑感叹道 完美的人生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活着 就是美丽的 以后会珍惜生命 珍惜情感 珍惜人生的 每一次机会 像年龄低头 承认身体的局限 就是一种成熟 年轻的时候 力所能及的事情 要学会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但到了一定年纪 生人不了的工作 就别逞囊 不要为难自己 像骄傲低头 有句话说得好 人真正变成熟 不是守护着自尊心 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 明清的时候 难免心高气傲 总以为面子是天大的事 在生活的魔力下 渐渐明白 理子终究要比面子重要 在中外管理杂志上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推销员前去推销产品 把名片递给秘书 请秘书转交给董事长 当秘书把名片递给董事长时 董事长很不耐烦地 把名片丢了回去 结果 推销员再次把名片递给秘书 要求秘书再进一次办公室 董事长暴跳如雷 将名片撕成两半 拿出十块钱说 十块钱买他一张名片够了吧 当秘书把钱交给推销员的时候 推销员很开心地说 请你跟董事长说 十块钱可以买两张我的名片 我还欠他一张 随后再掏出一张名片 交给了秘书 突然 办公室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董事长走了出来 这样的推销员 我不跟你谈生意 我还找谁谈 作家秘书说 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 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当你越是在意它 它就会越发沉重 越发让你寸步难行 成年人的世界里 在生存面前 面子一文不值 一个人越在乎所谓的面子 活得越辛苦 放下面子赚钱 才是最大的体面 郑州 一男子在堵车间戏 给车主擦鞋 推销清洁剂 他原本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公司经营不善倒闭 但他并没有坐以待币 而是出来跑外卖 赚钱养家 还有那个在路边摊 卖高跟鞋 不顾路人嘲笑 亲自为顾客试穿的男人 面子对他们来说 难道不重要吗 当然是重要的 但比起面子来 更重要的是 单起肩上的那份责任 给家人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你已经成功了 生活起起伏伏 放下面子赚钱 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成熟 像愚蠢低头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提问 如何减少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 高赞回答是 不跟无知的人计较 不跟愚蠢的人生气 一个人最大的聪明 就是向愚蠢低头 作家平开顺 曾讲过他父亲中风的经历 平开顺的父亲 是个热心的老头 喜欢打抱不平 一次 平开顺的父亲 看到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 停放着一辆车 人行道很狭窄 过往的行人都很不方便 老头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年轻人 便走过去劝说 希望年轻人把车开走 结果道理讲了一大堆 年轻人依然无动于衷 最后恼羞成怒 对着老头吼道 我在这儿挨着你什么事了 你要是没事 赶快滚一边去 平开顺的父亲听了特别难受 他不明白自己 到底做错了什么 两天后 父亲就中风了 平开顺说 当时父亲心里就憋着口气 他最不能释怀的是 自己明明聚聚在里啊 为何反而还被骂呢 后来平开顺感慨说 父亲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试图用道理去感化一个 根本不讲道理的人 正所谓 天地只有三尺 有人在五尺开外 所以人人都要懂得低头 不要试图和愚蠢争辩 愚蠢不接受启蒙 有的话说得好 到了一定的年纪 总要学会与周遭的一切和平相处 烂事该放就放 不要一直惦记 不合适的人不合就散 不要一味拿烂事烂人来惩罚自己 像愚蠢低头 不是因为不能战胜他 只是因为从未把他放在眼里 跟愚蠢的人较劲 其实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人生苦短 不必为了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浪费时间 放下别人的错 才能解脱自己的心 俗话说 懂得低头才能出头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是不会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也不会在绝望面前孤注一掷 而是选择退一步 海阔天空 拥抱更广阔的人生 愿我们都能学会低头处事 昂首做人 有抬头的底气 也有低头的勇气 这次就能复杂宇 很容易 你会做什么 你会说